我们来看看照片吧 我有一个疑问啊 就以往我们嘉宾来 都是带这个相册来 但是二女儿特朴实 就带了一张纸 这个为什么会带一张纸 把这个照片都贴在纸上呢 就是我小的时候 家里没有这个相册 比如说我们家里有什么 特别重要的一些照片 然后都会放在一个相框里面 玻璃的那个相框 然后一般都会挂在 家里的那个墙上 然后来了人给他们介绍 所以这个上面这些照片 都是贴在家里的 那个相框里的照片撕下来的 是吗 这些照片太珍贵了 我们看都是那个年代 就黑白的照片 这个是 这个是不是大麻花辫 妈妈是吗 我妈年轻的时候 跟妈妈长得好像啊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 我妈妈长得漂亮 因为我遗传了一些我爸爸 这句话捧了你妈妈 但是对你爸爸有点 那个言外之意就是 你爸爸没妈妈好看是吗 对对对 是这样的 当年这个头型也是妈妈给你设计的吗 就从小就给你梳这大辫子 因为他们那会儿就觉得梳辫子最好看 我奶奶特别有意思 她给我梳 让我上学的时候还扎着红头绳 可能也是你的这个影响 让我们对这个陕北姑娘有一个具体的 就感觉陕北姑娘好像就是这样 你看就扎着那个红头绳 然后一个大的麻花辫 以前大家就是都梳这样的辫子 我们看这张照片 这个是特别小的时候 这是我姐姐 你猜一下 你猜一下 这个表情稍微有一点点小不开心的这个 为什么你觉得这张是我 我就觉得这种劲儿有一种对生活不服输 这种我一定要力争上游就行 拔得高了吗 这就能看出来的生活不服输 这哪都哪人都知道这么多 三岁看大你不懂这吧 你太年轻 就是能看到我感觉脾气不太好是吧 性格就是比较降 这一看不太高兴 当时是因为什么呀 那会儿也是我们村里有一个叔叔 他比较喜欢拍照嘛 你看那衣服脏的就不愿意照 我可能心里不太乐意吧 这是你这俩男孩吧这是 你记错了吧 这是你们街坊俩小子这是 我想说我讲的他要别像男孩 这花是画上去的吗 这是男的花 但是他好像那会儿不是照片都可以染色吗 上色的 黑白上色 那时候的照片 黑白照片没有彩色照片 黑白照片上上色就好像彩色的一样 专门有照片有上色的 这次比刚才那要小是吧 为什么给留这么个头型啊那次 小时候就是都是小子头 全都给你解了 有没有因为这个倔强的性格 挨过爸妈的党 家里是农村的嘛 每次放学回来 然后都要帮着妈妈去干很多的活 去地里啊或者烧饭啊 有的时候还要喂猪啊喂羊啊 但是那会儿毕竟是小孩子还是喜欢找别的同学玩啊 贪玩 经常挨我妈妈的打 一般不打我姐 为啥不打姐啊 因为我姐那会儿学习特别好 特别听话 又学习好又能干活 打我妹妹我们一打她就跑 我妈也追不上就不打她了 就说明你在兄弟姊妹当中你是最好打 打完之后还没什么事儿的 打完之后就是刚开始我还哭得很伤心 但是过一会儿 我妈他们不是哄我说你吃饭吃饭 我说我不吃我绝对不吃 然后我就 就躺在我们家那院里那林树下面就哭啊 然后一直哭 他们让我吃饭我不吃饭 但是等他们去干活了 我偷偷赶快起来跑回去赶快吃上两个肉败 然后等听见他们回来了 我赶快哎呀再往那里 就那种就没有什么耐心 然后过一会儿哭得眼泪实在是没眼泪了 就算了吧 自己就算了 对啊 没什么太大的坚持性 但其实也说明这个二妮性格其实特别好 性格好 对对对 你叫二妮对吧 那你妹妹呢 我妹妹叫小妮 那你姐姐叫大妮 我姐姐有一个特别洋气的名字 叫王燕妮 我觉得这家长真有点偏心眼啊 姐姐叫王燕妮 高端大气啊 王燕妮 王二妮了就 小妮 王小妮了 你俩这名字怎么起这么随意啊 小时候反正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的名字是怎么起的这么简单啊 感觉这么有相处的气息 你上学就也叫这个名字是吗 我一直我身为之上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名字 我昨天没有第二个名字 也没有个小眠啊什么的 一直这样叫 好多人就说你这个名字 一听起来就觉得很亲切 也比较有闪美的那个特色 能够拉近跟观众的距离 和你唱这个歌曲的风格也非常吻合 对